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绍家族最有名的张绍涵 大家好 我是张绍涵 很高兴来到 很高兴来到土曹大会 我听说张绍刚是主持人 我就很期待 一来的时候我就跟他打招呼 我就叫他刚 张老师还不好意思 第一次见面怎么就叫人家的昵称呢 我说叫你刚 是因为你配不上张绍涵 雨泉 雨泉很厉害 出道的第一张专辑最美就到达了巅峰 他们能走过二十年的音乐之路 说明只要曾经的巅峰够高 下坡路就够你走一辈子 雨泉就是啊 一条下坡路走到黑 他们后来还出了一首歌《奔跑》 海泉啊 我想跟你说 真的没必要下坡海奔跑 容易摔断腿啊 是不是啊 刚 其他俩的声音还是很好区分的 雨泉的声音比较有力量 有金属感 而海泉的声音比较难听 我觉得一个组合能够长久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雨泉在一起走过了二十年 非常难能可贵 很多人想知道 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雨泉能坚持多久 那要看雨凡能坚持多久 李淡 李淡现在太受欢迎了啊 有人喜欢他的幽默 有人喜欢他的才华 而我喜欢他 因为他买我推荐的产品 所以我对他的喜欢啊 是那种最纯粹 就是供应商对客户那种喜欢 李淡这两年红得好快 现在最火的节目都请他去当嘉宾 这也意味着 你马上可以走下坡路了 放心啊 速度七十麦 录的镜头 雨泉在等待 汪苏龙 我的前同事 汪苏龙之前说要给我写歌 几年都过去了 这首歌还没写成 汪苏龙就要跟我解释说 太美的承诺 是因为太年轻了 苏龙哥哥 我想说 你呀 都三十了 不年轻了呀 今天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提醒他 牛皮不是吹的 笛子才是 对对对 我在歌手里的音乐合伙人 大王 他很爱哭 他就喜欢 他很爱哭嘛 他很喜欢李全 在歌手里看到李全的时候 他就哭 我就不明白了 李全长得这么帅 唱歌这么好听 这么完美的一个人 有什么好哭的 这是李全 不海泉 那我问你 去大王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他还在微博上写过一篇文章 说要把我的好 告诉全世界 我很感动 但是大王 我不需要你把我的好 告诉全世界 我只需要 你把我的好产品 告诉全世界 是真的好产品啊 每一款 我都亲自试用过呀 连甘蓝菜 我都亲自试吃过的啊 甘蓝菜 山河老师 山河老师的点评 非常厉害 但很遗憾 我和山河老师 都是在节目里 几乎没见过几次面 因为他都是隔评点评 有一次 我见面的时候 我们是在楼道里啊 然后我就跟他打个招呼 我说 哈喽 山河老师 然后啊 他就扯住我说 少海啊 你这一句哈喽 改编得真好 富有感情 你赋予了这个哈喽 新的生命 大家都知道 我的歌很励志 甚至有网友说 我刻意为自己贴上 励志的表签 拜托 我没有刻意励志 我是天生励志 无论是事业 还是家庭 我都经历过 很多风风雨雨 有一句话叫 感激伤害你的人 因为 他让你变得更强 但我只是想说 伤害就是伤害 没有这些伤害 我也会变得更强 因为 我不仅天生励志 我还天生要强 我不感激伤害我的人 他们只是提醒了我 不要成为那样的人 我宁愿逆流而上 也不愿随波逐流 善良是一种选择 你看电影的那些 说 我没得选 这些啊 都是大坏蛋 很多人觉得 我在圈里 朋友特别的少 不是我朋友少 是我对朋友的定义 不一样 虽然朋友多了 路好走 但我也不需要 给我修路的朋友 我自己有翅膀 谢谢大家 我是张少海 张少海 小开玩笑 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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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 小海 小海 谢谢大家